嗨 你又来看我的vlog啦 嗯 拿错了 我还没睡醒了 开开火炉 因为这两天在下雨 超级冷 今天我都在打多数 哈哈 咱们尴尬中了杯咖啡 好肿 现在还好肿 去剪头发 我跟她说我平时会用夹板 然后我想让她给我剪一个稍微比较有层次感 然后我平时自己会比较好打理的头发 而且就是头发长长了之后 她很容易贴头皮 我就给她说让她帮我弄一个 我吹完之后不会那么贴的层次感 这个东西也是她送给我的 就很好 好啦 我现在已经get ready完了 然后我们要拍今天的情侣穿搭啦 这个人在研究她的手环 每次司机拐弯的时候 我都有点害怕 什么时候 我在想我怎么开的这么猛 但是后来发现我并不是在开的猛 其实人只是正常的拐个弯 准备逛一下对面的这个买手电线 然后旁边看看有什么吃的 你的这个harry的这个名字 真的是英系的名字哈 我在悉尼就是大街小巷 从天看到harry 这个harry那个harrys什么什么 我觉得我在北美看不到 见影的名字也懂 这个人这一次只戴了一双鞋 所以要给他买点衣服 很可爱的一间小店 逛到了这一家 然后来吃一个brouch 有很多很好逛的小店 走起路来不会觉得无聊 刚才逛到了一家这种vintage store 然后里面卖的那些瓶瓶罐罐都超级好看 但是我没有办法带回去 所以我就买了它两副耳钉 价格也很合适 差不多都在50到80刀这个区间买 这副超美的 我当时摆在那里的时候 感觉它好像有一点点大了 但是我在耳朵上比了一下 我觉得还ok其实 运气超级好的 刚才那个小姐姐说这个never been used 这个就是非常的简单 但是它上面的花纹我觉得很好看 上面有一些这种碎月沧桑的 澳洲人我已经观察了两天了 他即使说hello 但是他不问你好不好 我也发现了 他不会跟你闲聊 就是不会跟你乱绷击一次 只是文化不同吧 我就要一个这个hot cake 咖啡昨天我发instagram 所以大家可能有给推荐 没有americano 没有americano 是long black 所以说我觉得悉尼人蛮时尚的 走在路上我会觉得他们的穿搭 还蛮时尚的 介绍一下我今天的穿搭 今天穿的一件我很喜欢的毛衣 这种全羊毛的灰色的 前面是这种不规则的一个脚发团 然后旁边是这种斑马纹 还有暴纹的一个拼接组合 所以我觉得就是很适合 但是我很好驾驭 我觉得这种脚发团 比我想象中要好又很多 因为它很长 所以像我的vlog相机 什么之类的放进去都非常的方便 来买了双小拖鞋 我觉得它这个毛毛边还蛮好看的 就是我穿这种拖地裤的时候 正好露一个这种毛毛边 左边的这家餐厅好像意大利菜吧 大家很多都推荐 嗨大家今天我们要去吃晚餐 现在在下雨了 刚才还下累了 我以前如果旅行下雨的话 我心情会非常糟糕 但现在不一样了 我现在觉得不同天气下的 不同的氛围 就这个丝巾 我觉得买了之后利用度还是挺高的 绑头发呀 然后做这种小抽坑都可以 后面的这个开叉也很好看 很时尚 你这样走两步 就像那种秀场一样 这是不适合在这里 你要在city里拍 哦对对对 还有就是我这个本来想退掉 但是哎 所以我心想随便搭配来用吧 结果越带越喜欢的猫眼眼镜 不错 叫那个成熟知性的胖总 我这两天吃晚餐的搭配 都跟我选餐贴旁边的环境超级大 所以就很出天 是中文字幕并容量 中文字幕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ello 朋友们 今天是我们在这个小民宿的最后一天了 我其实还挺想多住几天的 但是我当时预定的时候后面都满了 今天就准备去城里面住酒店了 这个颜色还挺好看的 一套的 我被种草了 烤点面包恰恰吧 准备走啦 我们要离开我们的这个小房子 卷了一个那个高楼顶 Darling Harbor Bye Bye 我们的小家乡 Hello 朋友们 我们刚刚换了酒店 然后check in 完了 现在准备去喝喝咖啡 买杯咖啡喝 这个是Instagram上的网络闺蜜们推荐给我的 网络闺蜜 对 我现在称我的网友们都为网络闺蜜 这个是二家快夹锁 我一头就怎么样 好看 现在是快夹锁了 这层好得焦焦脆脆的网络 哇 像哈利福克里的 对 哦 这是我的爱牌 S码 我头有点大 带不了S码 这个我带着蛮好看的 不行 太大了这个 你没有那个好看 我是真的不喜欢这种style 不喜欢你带抱红帽 我不喜欢你带抱红帽 为什么 我喜欢 这也挺好的 其实这也带起来更好看 这电梯太酷了 感觉这个非常有历史和年代感 别弄坏了 哈哈 它在做PCA 这边好像都是纯手工的 我随便走进来的 居然是一个好大好大的帽 而且它里面的品牌 都是我还挺喜欢的呢 现在我们再去吃冰淇淋的路上 刚刚看到路上的海报 有周际的演唱会 但是在11月 双十一的时候 好想看周际的演唱会 但是我每次都碰不上 回到海边了 我真的觉得西宁是最适合Citywalk 城市了 因为我们俩这几天就一直不停的在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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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很好吃的 这个吗 我尝尝 果的味道挺还原的 是有果子见过的 这种爱是永远的 是你这种爱是永远的 是你一位是永远的 永远的 永远的 我相信是真正的 有事情是有往的 在我们的故事 是一种有趣的故事 每一刻你说我抱歉 准备出开 不处在乘客 每一刻我们在空间 在空间 经过了这一家店 这个我最近经常刷到 说他们家的那个可鲁利特别的好吃 我之前有一个这个牌子 紫色的帽子 我还记不记得 黄刀的时候戴的 他们家的帽子 真的都还挺好看 然后今天晚上 我们要去吃一家那种泰国的小火锅 是我朋友推荐给我的 我相信我的朋友 我现在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觉得我终于能吃顿 至少是顿热火烤 不然那个牛排是冷的 也有水的愿望吃一顿饱饭 一会儿是把这一堆都放到 我这个小火锅里边 哇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回来之后 今天回来的比较早 好忙碌啊 都在加班呢 这真的很像Canada Place 这是米果 哈哈哈哈 这边也很漂亮 正好现在还在 黑羊 开了的眼前的模样 挪大地方 寂寞的冷 关了的全都一个样 心里的伤 无法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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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见过房子最紧的吹风机 它不是让你推出去 是这样的一拔 对不起 很酷 哈喽朋友们 你看我这个嘴唇颜色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NYX的这一支 16号色 现在差不多就是它最 土石的颜色 非常嫩 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看会很好看 裸豆沙色 就是可以很温柔 然后也可以很美的那种颜色 而且会让你的嘴巴特别的嘟嘟 但是这一支口红 我不会单独使用它 现实生活中看是很好看的 但是它并不上镜 就上镜的话 可能还是要再 后涂一些 更重一点的颜色 这个人到底是有多懒啊 他拿了一个 本来要放在车上的三脚架 好方便 这个酒店它的洗户是Bellman的 有点被冻草 你不觉得头发洗出来特别轻盈 我洗出来有点干 但是我洗出来 我觉得我的头发很滑 可能我们的发质不一样 哈喽大家 我们今天又来到了 第一天采雷的那一家餐厅 这边的居民区 然后因为今天刚刚出太阳 是我们来了悉尼之后的第一天晴天 所以我们想在这边居民区逛一逛 然后现在我们准备去Bondai那边 我们现在在Bondai这边的Westfield逛街 然后我们俩逛到了一家这种 小朋友的店 因为我最近身边想宝宝的朋友特别多 所以想给他们再买点礼物 你知道我以前小时候每一年 我妈都会给我买一个婚纱 来到了这个著名的景点 累了 今天有点疲惫 What happened 收笔机啦 很著名的景点打卡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But everything heaven sent Must burn out in the end I promised you Just as you were in my dream Now let me off easy 我看完正好来的路上 我来的路上 正好看到了大家给我推荐的这家餐厅 这家餐厅真的是我发了instagram之后 我至少看见它的名字20遍 而且大家推荐的好像都是一道菜吧 就是它的那个什么烤囊 还有蜜瓜火腿之类的 然后大家还说它的brata特别的好吃 然后让我来试一下 我今天来的路上 我路过这家店两次 City那一家我也路过了 哦 连锁店啊 嗯 所以我们打算 Row your hotel 晚上我可以试一下吧 Let's go 我按照大家推荐的点 多一道菜我都没点 有点这种一览东南小的感觉 哈哈哈哈 哇 这好好吃啊 这个brata真的好吃啊 这个brata真的好吃啊 这就说了吧 才会有信心 谢谢大家 还得吃大家 吃午餐 这好吃 吃午餐 但是我再来吃午餐 吃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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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在南半球过中秋节 看南半球的月亮 朋友们 好远哦 十五的月亮 十六元 只要你 他站在地球 另一边看月亮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地球